去年5月份发生了台中五亿高中生坠楼案 在民事的部分 赖姓高松珍的母亲提起儿子婚姻无效诉讼 因为这关系到遗产将会由谁来继承 而台中地院在今天也针对假结婚的部分开了辩论庭 并且找来当天证婚的两名证人协助厘清案情 而下姓男子跟高中生的母亲都没有到现场 都是由律师代为发言 台中五亿高中生命案20号上午再次开庭 双方律师来到法院 而这次攻访的重点在于赖姓高中生和下姓男子的婚姻是否有效 如果说要有效成立 那可能他们认为那证人应该是有效的 那这些部分的话我们会再加以婚姻 下姓男子和赖姓高中生的母亲都没有到场 全权委托律师 而双方律师也针对两人婚姻无效诉讼进行辩论 因为这关系到遗产将由谁来继承 还特地找来当天证婚的两名证人来协助厘清案情 下姓男子刑事杀人罪不起诉 但检方认定他与赖姓高中生无结婚争议 依未造文书罪起诉 赖姓高中生命案的部分疑点重重 目前发回续查 至今家属人无法为他举行告别式 不放弃任何的机会要为他讨回公道 界中部综合报道